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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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是运输我们的血液给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对吗 今天呢 我们要做这些练习了 Filling the blind with this word body and feet 身体和拳头这两个字呢 要填写在这两题里面 OK 我们先看第一题 My heart needs to beat to palm blood to all parts of my 什么东西 我的心脏需要跳动以把血液输送到的各个部位 OK 还要输送什么呢 去哪里呢 去我们的身体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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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英文的句子呢 我们要写英文的 写body OK 那后华语的呢 我们要写身体 OK 来我们看第二题 My heart is the size of mine 一样大小 OK 他答案是这一个 如果你不明白 看这个字 这边有比较深色一点的黑色 有body跟feet 身体跟拳头 是要写下来的 OK 好了 我们看下面的这一个功课是怎么做 OK 哪个活动会让你的心跳跳得比较快 OK 上次老师在video讲过 我们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心将会跳得比较快 对不对 还有我们跑啦 做一些好像比较辛苦的工作啦 刚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心将会跳得比较快 然后呢 哪个活动会让你的心跳跳得比较慢呢 就像我们平时这样子 其实好像坐着啦 睡着啦 我们读书的时候啦 没有太大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心脏会比较像普通这样子跳 OK 如果我们运动啦 跑这些 我们心脏会跳得比较快 OK 哪一个会 哪一个动作做的会比较快的呢 我们就要打勾 OK 像平时这样的比较慢的呢 就要放打擦 OK 这边有四个格子 OK 首先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朋友 他坐在椅子上面 对不对 OK 这样子平静的坐着 他没有做什么 他只是听老师讲课 你觉得他心跳是比较快啊 还是普通 慢慢的 啊 当然是慢慢的咯 对不对 他又没有做什么运动 所以你们要放打擦 画在格子里面 OK 第二个 我们看这一个小女孩 他在搬这个盒子 重物 啊 他搬来搬去 走来走去 这样子的动作会让你的心跳跳得比较快 还是跳得比较慢呢 OK 当然是跳得比较快 因为他是在做东西 对不对 啊 帮爸爸还是妈妈拿货物啦 所以他会比较走来走去 这样子他的心跳呢 就会比较快一点 跳得比较快 这样子要打勾还是差呢 对了 要打勾 啊 打勾在这里 OK 还有两题 是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做 OK 这一题呢 小朋友这小男孩是在跑步 啊 他在跑步 这样子你的心跳是比较快 还是慢呢 OK 帮你们自己找答案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小朋友在睡觉 看到吗 睡觉 啊 你看静静的睡觉 像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心跳是怎样 当然是普通 对不对 不会跳得很快的 慢慢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两个你们已经有答案了 对不对 OK 如果是快的话 打勾 心跳跳得比较快的话 我们就打勾 心跳跳得比较慢的话 我们就打差 OK 这个就是你们要做的功课 我们只做第一页 OK 做第一页 OK 做第一页 然后你们拿回去的话 你们要写上当天做功课的日期 写在这里 绿色的地方 OK 好 今天老师教 heart 心脏 OK 小朋友再见咯 好了 刘伯讯一下 大家好 我们有一次哦 呢 这个星体组是谢谢大家 我可以理解一下 这个星体组是我们最近的吗 其实 这些星体组是我们这些星体组 就在我最后 这些星体组是一天 有一天 你那你懂什么呢 然后我来说 我的天啊 我看的是你可以吗 我的天啊 这个星体组 就在我们最后 这些星体组 就是我们对大家可以说 我的星体组 我看的是你我呢 如果这些星体组